比如说106绿岛的这个导览的App 以前如果说你要把这个App做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可能要去撰写程式 那方法当然很多种 不外乎就有这个刚刚讲的用Java 所以你可能要学会什么叫Java 这个程式设计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个App 但是你又不想要学太多程式的话 那其实这个方法倒蛮好的 那我也把我们完成的画面 大概长得像这样子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里面我后面可能还会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加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 我之前讲过说 它背景的颜色只有五个颜色 那五个颜色里面呢 预设是黑色的 不过其他颜色好像蓝色 银色灰色黄色 看起来其实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一般的 没有太特别的颜色 所以看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颜色变更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你这个整个颜色 就会跟别人的App 稍微有差异 不会说每个人 看起来都一样的颜色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上面的icon 有没有办法把它改变一下 这个的话我想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在网路上Google一下 看有没有相关的教学 当然最好如果说你在期末的这个App 里面可以做一些变动 当然基本的之外 如果你有加了很多其他的技巧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都会是这个你成绩会比别人高的因素之一 这个地方就是说上个礼拜除了我们把这个List View 这个是一个List View 把它做出来之外的话 底下放一个什么 一个地图 不过这个地图 我们是用个图档 那你想说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放一个Google Map 直接放一个 直接把Google Map的地图 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额外开一个网页 就是放一个Google地图 然后Google地图点击的话 又可以跳 也许可以跳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那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个Google Map引用进来的话 那会感觉会更好 可是这部分有没有办法 这个地方当然有可能办到 只是说怎么做 我想后面我们还几次上课 我看再来做一个补充 OK 好那底下的话还有个所谓的导览列 这个导览列呢 在102里面也有 不过102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那这个106是放在下面 所以这个叫NetBar 那NetBar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在底下 然后呢 又可以每一 并且在它卷动的时候 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NetBar呢 特别注意 你要把它放在下方的时候 记得要找到的是Footer 有一个标签 就是DataRaw 里面有个叫 就是页尾啦 Footer 就是页尾的那个标签的下方 或者你选取它 或者点里面 然后再放一个 特别注意 这个NetBar一定要先给它一个DIV 然后呢 再来加一些项目符号超连结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每一个超连结的下方 这个上方 多增加了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呢 一个是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然后图示的话 也许是回首页 也许点击它的话 可以跳回到我们的主页 或者是点这个的话 就向下 就是说呢 南鸟渝港就会往下 跳到这个海参坪 然后一直往下 那这个效果的话 该怎么做 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实际上 在这里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一样 做一个超连结 然后呢 去设定它的icon icon的部分 看哪一个icon 然后呢 再怎么样呢 再去设定它是没有文字的 就可以有这个效果出来 那这个效果呢 跟102最大的差别 也是102它是在那个整个page里面设定 特别之后 你们回去可以再把102稍微看一下 102这边是什么 回上页或back 有没有 那设定的位置是在整页 但是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放两个按钮 所以特别之后 放的位置是在什么呢 header里面 这两个我想你们可以再把前面的这个图把它调出来 你要做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有时候还是需要稍微再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记的东西其实不算太少了 但是不用死背 因为后面的画面 其实我都有帮各位截图 比如说 我们基本的流程 一定是建立一个网站 然后五个页面 另外list view怎么做的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做完这个项目符号 做超连结之后 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data row 改成那个什么呢 list view 不过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最容易做错 就是选取的时候 记得 选的时候 建议是选下方 有个什么 U什么 Ul Ul的这个标签 Ul指的就是这一堆的项目符号 你一点它 整个选取 然后呢 再把这个data row 改成list view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list view就做出来了 然后 再来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按钮这个东西是额外补充 导览列的部分的话 这个也是 非常容易做错的 这个 首先你要知道说 你的footer footer就是你的页尾在哪里 然后在页尾里面的话 要增加一个net bar的话 流程特别注意啊 这个我想上个礼拜的影片里面也有啦 所以我只是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建议是插入一个div 好有没有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这四个项目放进div里面 并且做成项目符号 再做超连结 好 那最后的话 再选取这个div 最后关键就是这个 就是把它改成net bar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什么呢 让这个net bar呢 产生出来 那其实你会发现 现在有很多手机的app 它无论是下方 无论是上方 都会有类似的这个效果出来 那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它卷动哦 的时候它会自动会跳上或跳下 如果说你希望呢 永远固定在下方 什么叫永远固定在下方 就有点像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最后完成的 它一定固定在下方 它不会因为这个字比较少 而跑到什么 而跑到这个这个地方 好 那你就必须在 有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它的position 它的位置的话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ixed 那这样的话它才会固定住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再把一些重点回顾一下 我是有把它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导览列 还有什么呢 一个home图怎么做 其实这两个比较重要 然后还有向下做出来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部分完成了 就是再把它丢到那个云端上面 产生一个一个app 不过好像有几个同学 遇到问题就是说 这个丢上去的结果 有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它没有办法帮你产生一个app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好像就是 又有一个状况 点html 点html 又有个html 变成说 好像副档名里面又有副档名 这个好像是最常见 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你们的设定是不是 有一点问题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主要可能要看一下你的电脑 我是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从组合管理里面 有一个资料夹 你打开任何资料夹都会有个组合管理 组合管理里面的话有个资料夹和这个什么的资料搜寻的选项 里面的话进来之后有一个叫检视 检视里面呢 它有一个选项叫做什么 隐藏已知 这个选项 预设是怎么样 是会打勾的 隐藏已知 类型的副档名 它预设是打勾的 那打勾的话呢 它就不会显示你原来的副档名 我建议你把这个打勾取消 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呢 再来回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原来是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打勾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进来的话你会看到 因为我把它取消 把那个隐藏的部分 打勾的话 预设的状态 它就这样 index.htm 你讲说 老师没有错啊 你看我这个资料夹里面看到的结果 也是照你讲的 index.htm 结果一传上去 发现怪怪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告诉你 而且不止一个同学 好几个同学都 甚至还有半夜传给我 FB的 当然我还是 可能你们都晚上 比较喜欢晚上作业 所以传过来之后 其实我一看 我这边 我电脑上面没有 一看就知道问题 发现在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你电脑预设的状态 那你一传一定会错 为什么 因为它的关键在这里 资料夹选项 检视 这个往下拉 把这个隐藏已知的 档案类型的副档名 因为它htm 它会隐藏 副档名 你看不出来 所以你把案确定之后 答案就出现了 原来 你刚刚的 点htm 它不是副档名 它也是档名的一部分 所以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就把后面的点htm 把它删掉 就这样子的话 才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记得 要把隐藏已知的 那个副档名打勾取消 让它显示出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副档名才会是点htm 这个时候传上去 才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部分 蛮多同学遇到类似的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跟各位再做一下说明 因为上个礼拜 因为这个讲完的时间 还蛮创促的 所以有些细节 可能没办法再详细说明 那等一下的话 因为106 那个作业区我还没开了 所以我想说可能 也许再让你们 在下个礼拜再讲教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 稍微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稍微做个复习好了 也许我们在106 看看还能不能再 做一些变化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有一些细节的话 我建议各位就是在看一下影片 或者是说部落格 或者是说在那个 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都有蛮详细的画面 那可能这个副党名 尤其是不只一位同学 非常多同学都有 类似的状况 所以等一下可以马上试一下 在组合管理里面 会有一个那个 组合管理里面 那个叫做资料夹 和什么呢 这个搜寻选项 然后检视里面 拉到最下面 会有个隐藏 已知类型的副党名 这个选项 记得把它打勾取消 特别注意 这个观念 其实还蛮多地方 会可能遇到状况 比如说像有一些病毒 其实它有可能会把它的副党名隐藏起来 那之前有一个病毒就是这样 它把它的EXE 因为病毒一般都是执行党 点EXE 但是它知道一般人的电脑 预设是隐藏 所以它后面把它改成点JPG 然后呢 做一个好像一个小说图的样子 让你误以为这个是图档 因为图档基本上是不会中毒的 可是有的人就想说这张图啊 而且这个图好像也是自己想看的 就给它点两下 一点点两下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里面呢 它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JPG的图档 而是一个点EXE的图档 或者是点那种 可能是病毒的执行党 你点下去之后 完蛋了 你电脑就中毒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隐藏椅之类型的副党名 这个部分的设定还蛮重要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